这个是戒指 这个对 这个是妈妈的收藏 单全石 单全石 他说是在一个主宝店买的 然后他是请人家去设计 跟那个 说什么是工法我也不太懂 然后他只是觉得 这个染色很漂亮 然后他也是想要留给我 因为我喜欢蓝色 所以我今天就想说 带来见价 然后因为他当时去买是六万块 我就觉得蛮便宜的 因为我对这没有什么概念 想说这么大一颗六万块 这个单全石颜色太浅 太浅了吗 你看一看就看透了 对不对 一看就看进去了 所以单全石要什么样的蓝 才漂亮呢 其实 像齐老板领带这种蓝吗 其实单全石本来 就是来替代蓝宝石的 因为蓝宝石的产量很少 那单全石的产量比较高 可是单全石它本身 本身它不是蓝色的 它是经过热处理以后 才是变成蓝色 然后它有双色性 你从其他的角度看 它可能带点紫 颜色又有双色性 不同的角度 会看到不同的颜色 是 所以单全石要漂亮 就是颜色一定要浓郁 所以老板大概也是这样 要浓 如果太淡的话 这个单全石可能 我觉得它的价格比较为太高 所以这个颜色稍微淡了一点 淡了一点 你看一看就可以看得到底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不过这个是真的单全石 很多人是买到假的 玻璃的 那就更惨了 当然这个相赚都是真的 我觉得漂亮 很漂亮的 好 来 我们来进价 请进价 两万五千元 妈妈果然是赔钱货 妈妈买到赔钱货了 它一定很难过 其实也不会难过 因为你知道吗 我们买珠宝就跟上学一样 从小学上到大学 刚开始一定吃亏上当 到后面经验丰富了 不容易上当 前老板是说得好天宜 像上学一样 前面得付学费 要闭了业之后才能够赚钱 以后还可以领奖学金 而且还没毕业之前 都得缴一点学费 是 是 是 我今天也才知道 我原来浅得比较没价值 其实任何的宝石 你就跟他想 颜色一定是要很鲜艳 太暗也不好 那太淡那当然也不好 对不对 所以宝石宝石 为什么人们 从有人类文化历史以来 这么迷恋宝石 因为它的光彩跟颜色 让人家没有办法 什么 片刻离开 就觉得太漂亮了 所以所以宝石 大概颜色都是很浓艳的